現在我們看一看香港的八截 經常都跟大家說2023年會有一個政治的動盪 一直我都想不到政治的動盪在哪裡來的 因為照常理推測香港立了國安法之後 理論上你就不再敢搞什麼大型的逆權運動 你不怕消失什麼 所以想不到政治的動盪在哪裡來 但是現在開始明朗化了 我們見到2020年5月份出現了智經黨之後 我知道香港2023年的政治動盪在哪裡走出來 就是建制和子經黨的問題 其實一般小市民原來沒有關連 下面那個就是香港的八截 都跟大家講過無數次 97年7月1日指示成立 兵丑年丙月夾晨日夾指示 現在香港走幾有大運 2023年貴卯年 2023年貴卯年 我們再分析一次 2023年貴卯年 當時的地支 就會叫做指五卯有三營四沖之局 指五卯有齊 代表一個非常大的動盪出現 而大運幾有榴槤貴卯 我們叫做大運榴槤反淫 天黑地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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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一個非常大的衝擊 而這個衝擊 是由這個羊人貌撞到官 這個官是代表這個八截管治的權威 現在我們將現在社會的形形墮入去 現在香港已經等同於沒有泛民的影響力 基本上是建制獨攬的權 即是說這個官 他就只是大力地反映建制這個問題 就不關泛民事 之前講過2020年庚子蓮 在年頭的時候不是跟大家講過 在2020年庚子蓮和丙五天黑地衝 講的是這一年 在這個政府的官員 或者是一些議員方面 有很大的震盪不安的現象 大家可能就只是留心泛民那邊 即是看到集體辭職 泛民 又或者有一些議員 是因為國安法的問題 可能被人抓 大家只是覺得這件事 就覺得建制好像沒什麼事 除了有些人被美國制裁 也好像沒什麼 其實制裁都算是其中一種 因為你覺得沒事 站在建制那班人來說被美國制裁 他們可能覺得很大件事都不出奇 對不對 即是你不可以用你的角度 去覺得別人沒事 好了 原來最大的一個庚子 就是一個紫荊黨 因為這件事會直接影響到建制的生存地位 這件事情 原來這個庚子和這個頂的天黑地衝 它反應的震盪兩面都有 建制有 泛民亦都有 結果我們肉眼看 就覺得泛民就慘一點 要集體時職 其實建制的地位都岌岌可危 OK 好了 現在就說2023年 揚印衝攻 揚印是比劫的意思 代表有另一股勢力 鎖入惡官島 好 OK 這個財很大機會 這個貴財 這個衝擊很大機會 就是紫荊黨的人物 它會可能要拿這個議席 或者滲透進來 讓你建制不能發揮 這樣的意思 即是建制自己的地位 可能會受到動搖 可能要轉態了 建制變泛民 可能是這樣的現象 好 而這個貴水 這個貴水 這個貴水 就是從這裡走出來 從這個紫字 這個是香港的伯爺 隔木的媽媽是印性 香港的媽媽 是不是就是大陸 阿爺 這樣的意境 即是說出到來的時候 可能會有很多的建制 紫荊裡面的人員 動蕩、爭拗、奪權、 這些對於我們一般的偽民 我們是吃花生的 我們就不是怎樣影響 我們生活的情況 因為他們的權鬥 只不過我們是作為一個小市民 我們去觀賞別人的權鬥手段 吃花生 是的 我們吃花生 這樣的情況 現在開始有點明朗化了 因為 你知道的 因為國家的東西 很多東西都是引伏 不會讓我們一般小市民知道的 我們只是從五行的類像去推測 它的可能性 要有多些東西浮面 我們將那個現象再擺入霸器裡面 我們才可以進一步地 去將它的可能性 可以focus得細一點點 好了 走一個的桂卯連聰官 指五某有三營四聰動 去越處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就是代表香港的 現在的班底 香港的班底 即是議員這些這樣的官員 當然這個官也可以是代表 香港的當時的特首 2022年特首它會有一個危機動盪 或者是香港的一些執法者 會有危機動盪 這個是後話 但是現在因為放進去 指經黨 就會見到那個現象 就是看到指經黨 2023年的七殺出竿 代表掌控大權的意思 慢慢慢慢就會越來越控制這個香港 大家可能會說 香港已經越來越沒有一國兩制 可能在表面的法例裡面 都仍然是一國兩制 這個不是你說沒有就沒有 但是在背後的權力掌控裡面 很明顯我們在這個黨裡面 我們就會見到背後 中國對於香港的影響力 那個控制力掌控的現象 是越來越重的 這個跟香港的八字 走這個幾有大運 走這個財官運 它要受人壓制的管治 的現象是吻合的